哎呀 整天打打杀杀 好无聊呀 看上电视吧 呃 那个 大家好 我是法景 我今天要郑重地向希望镇上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伟大人物道歉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和可笑 他是那么的英明又富有魅力 尤其他的笑声总是温暖着我们 呃 他叫 他叫 圣父约瑟芬 哦 对了 哦 对 小熊福利皮 喜欢我们家 娱乐姐说 大家好 我是永恒之外 新一期的游戏视频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蒙娜娜乡村爱情故事 那么因为我们的抵抗势力点数又到达了一定的数值 所以我们又受到了妖女费斯的祝福 因此你在野外的时候呢 会随机遇到这样拯救人质的小任务 但是注意啊 这个女人质相当的有问题 你看他身边围拢着一些白色的小星星 一调查之后呢 咱们又会在梦境中遇见妖女费斯 啊 又是那股熟悉的大蒜味道 闻起来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这样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极乐镜头 在草地上主人公慢慢的苏醒了过来 小改改 这里是哪里啊 小改改 你在哪儿 哦 他在前面 哎 小改改 我发现了一个稀物种 你看 多可爱 又像小兔子 又像鹿 兔子上面长了个脚 那么咱们给他起一个可爱的名字吧 就叫他 大傻子 朋友们 一个真正的智者 他的思维是绝对没有任何逻辑性的 我做到了 小改改 你跳得真美啊 来 再转一个 哇 美如画 对吧 如诗如画 再转一个 哎呀 真好看啊 可惜 你是个传销健将 不然 主角可能会爱上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注意看 他们其实就是传销的套路嘛 一开始 他扮红脸 让主人公呢 对他建立起初步的信任 然后 当你信任他一段程度之后呢 他就慢慢地把你往传销组织里面介绍了 拉你入伙 现在 他就把咱们介绍给他的老大 这就是传销组织的头目嘛 这次 是要进行真正的心灵上的交流的 哎 大哥 大哥 你要干嘛 大哥 大哥 哎呦 行吧 你们这些臭男人 见了我娇妹 没有一个不想摸我 这又摸两把 是吧 我习惯了 这就是魅力大的debuff嘛 嗯 好大一个蘑菇云 啊 一个末日的景象 好像在预示什么 我理解 我理解就像就像我一样啊 我娇妹这个偷强也并不是我自己求来的 而是观众 强行给我安上来的 他们非得帮我叫娇妹 我也很无奈啊 场景一切 残垣断壁 四周都是焦土 这是地狱的景象啊 我们在尽量的角度上 我们将来扔到我们的灾产 而无人能够做任何事关于它 我能看到这个 你能看到 我们不是狂烈的 那么什么我们应该做呢 我们只是坐下来 我们再发现的事件 我认为我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 我认为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 你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熟悉 其实你是为了迎接三体人的到来对吧 你是地球三体组织的 我看出来了 而且你是降临派 说的都挺好 然而最后约瑟芬他破坏花草的行为 实在是太低素质了 把主人公吓得清醒了过来 被下井之后发现 黑姐姐你要公报私仇是不是 他要戳咱们心脏 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 这叫肾上腺素的心内注射 这是一招险棋 那么这种操作在电影里 包括游戏里面很常见 当然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这是一种盲操作 如果扎不好的话 真会把人扎死 电影里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特别帅 特别酷 而且在特别紧急的时候 只能这样 所以说是一招险棋 只不过这种治疗方式 真的不建议 终于爬起来了 肾虚 感觉身体被掏空 幽女肺色的梦境去不得 要被榨干了 行了 极乐这个任务就要完成了 看到没有 完成的时候 他现在出这个标题的时候 咱们这个时间都变慢了 行吧 走起 哎呦 这怎么开岛了 该推一下 妈的智障 手推直升飞机第一人 这边还有一个直升飞机 等会儿 锁定 锁定 死定 蹦 这可不是RPG了 滴滴 RAT4了解一下 行了 咱们今天上飞机 本来来这儿是做一些小任务的 咱们做一些其他任务之后 就可以去解锁主要的剧情了 我们现在要去找杀奇剥销 那家伙是一个烧烤狂人 蛮有意思 让大家发现没有 哪怕现在是在直升飞机上 我们眼前也会冒出这种白色的小行星 是因为刚才我做了一大堆任务 咱们现在反向设立点数又到待定程度了 所以说又要触发另一个特殊剧情了 所以说咱们这期还能再看一个 但是大家注意的是 咱们一旦到这种有任务的地点 那个白色小行星就自动消失掉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次的触发方式是靠时间的 就是你只要不在那种安全的小镇里面 你在野外 时间久了 眼前就会出现幻象 就会触发特殊剧情 但是一旦到这种有任务的地方 他就会盼着你可能要做任务了 所以说他会把那个特殊剧情 先暂时取消掉 哎呀 老哥哥自嗨呢 老哥哥 咱俩投缘啊 刚才我一听你的话 Burn baby burn 我就觉得很亲切 我也老说这话 听说你要开这个烧烤派对了 是吧 加我一个 加我一个 咱们长话短说 干就完了 对吧 我跟他说 这个任务可太happy了 哎 这个任务可太过瘾了 无双杀戮 我大棒娇妹已经蠢蠢欲动了 咱们摸出棒球棍 然后啊 准备上 哎 我磕一个狂猫 Litle pig Litle pig 跑 哎呀 真过瘾了 我跟他说 喝了狂暴之后 进展无敌 老哥干你什么唱歌了 自己人别开枪了 都挺好的 你别唱歌啊 闭嘴别唱了 我跟他说 为什么现在抡起棒球棍 能把别人打飞出去 是因为 狂暴药剂作用 如果你不磕这个药 哪怕你抡原了 去挥他们 也没法接飞 哎 这张飞机给炸了 无所谓了 这东西无限刷的嘛 也不心疼 好了 这边刷完之后呢 来到这边 操起这顶机枪 那人马上又从这边刷了 他说了 他说音乐停不了了 因为他那个踏板坏了 所以说咱们得帮他 关闭四个波音器 不然敌人刷的就太多了 我们两个可能有点招架不了 但是咱们先不急啊 先不急关 因为什么呢 这狂暴药剂 还有那么长时间呢 对吧 你不杀白不杀嘛 别浪费了 哎 一个炸弹 大家真的happy 这个太快乐了 哎 先闭一手 不要慌 不要慌 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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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尸体上都有点钱的 对吧 积少成多嘛 我们要勤俭持架 切换样子炸弹 嗨 嗨 有点多 反手扔个炸弹 嗨 嗨 哎 哎 他没死 他没死 全于你妹 全于你妹 再扔个炸弹 哎呦好有理事 差别把自己炸死 不玩了啊 人要的多了 差不多该做任务了 第一个开关 哎 然后这个时候呢 拿枪敌人就过来了 之前都是一些这个肉波近战的家伙 啊 咱们欺负他们就算了 但是拿枪敌人一来 咱们就差不多可以修炼一下了啊 这个时候就换成M79 第二个开关 OK 然后一会儿会来几辆车 M79是真过瘾 这个东西 好吧 就是为沙罗存在 砰 再来一发 哎 车行还没上 但是不着急啊 咱们先关这个第三个开关 轻于你妹 换成潘子 蹦 嘿嘿嘿 好了 第四个开关在上面啊 第四个开关 你要关他 我建议先把底下拿枪敌人都清了 不然的话 在上面咱们就是火把子 上来之后 第四个开关 然后是装逼时间 帅气装逼 我反手 再来一发 一下两个 哎呀真过瘾 推你妹 反正喷的 大家看我喷的皮肤啊 是不是有点霍西林的意思 反正很沙马克的 但是有点带感啊 燃烧的这种皮肤感觉 好了搞定 疯狂杀戮真的是 就是特别解恨啊 这个任务 大哥 你刚才唱歌也就算了 咱就别 咱就别跳舞了行吗 你这有点闹心了啊 不是 消停会儿行吗 咱们别跳了 你听我去劝 别跳了 别 别跳了 你太喵了不听劝啊你哥哥 不是你这个太拉眼睛了 哇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跳舞的那个样子 真的是烦 我把你拉起来 记住啊 真的别跳了好吗 不跳了不跳了 乖 行了 咱们现在呢在四周 减点子弹 稍微等一会儿 然后大概等时间到了 就可以触发那个投入巨型了 嗯 诶 美洲狮这是送皮的 这是 诶 来了 来了 是那个小姐姐又要来了 快招吹气吧 受不了了快快快 哎呀 陶醉 但是 诶这次味道不对了 这次味道怎么变成韭菜盒子的味道了 那怎么变了 诶呀 生气了是吧 还推我 你还敢推我 你还真不怕我给你碰瓷是不是 诶 你可忍住了啊 对吧 心态要炸啊 心态别崩 你要忍不住你人设要崩啊 原型要毕露 诶对 跟我笑 真的对了 我认诶 嗨 光头 嗨 光头 你带我去 夹了 我对我 都不得了 她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认识你做的事 你认识我需要逃避 做的事 但是 狼和鹿在一起 这是假的狼吗 这不可能是什么 对吗 一名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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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成为一名成功 但是没有 这就是不正确 我们生活生活的生命 只是做什么 别人说我们做 日后日 每个人认为他们有自由 但是 来吧 当时我们做了什么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没有 我们不活动 我们活动自己的生命 我们活动自己的生命 我们认为我们有自由自由 但那是只是一谈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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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 如果那是真实 生活 那么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给了我 变成 什么 我认为 永远 能不能 老哥 说的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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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不能 取服了 咱们要把法警给拯救回来 法警向那个伊甸园之门 不停地 再前进 咱们要在一切不可挽回之前 把他救回来 法警别走了 想想你 你还有孩子 他好像没孩子 想想你还有妻子呢 他好像没媳妇 想你存款 法警 你有存款的 他好像是个穷帝 法警 你还有种子 你有很多的小片片 他好像也不撸 法警不管了 你得回来 其实照这么说的话 他人生这么失败 你还不如别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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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车 放手 放手 你不可以 离开 我 我可以 我可以 Sheriff 好 好 我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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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你不应该把他带来 他说别相信他 他说别相信他 黑老姐这家伙脾气爆 但是黑老姐说的话 我觉得是可信的 这个法警 他居然想靠自己的毅力 去摆脱极乐的干扰 去忘掉费斯对他的诱惑 可能吗 那可是妖女费斯啊 她的魅力不可阻挡 所以法警啊 别装了啊 你是不是还得背叛我们 说实话 啊 你个尖诈小人 你折腾我够呛了 What the fuc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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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没来个前空翻 哎呦 法警你可以啊 伸手不错 这伸手可以了 马戏团毕业的吧 诶 你刚才给我装的是吧 你这不是能好好走吗 你跟这躺着 你给我装病是吧 你给我装病 啊 哎呦 我跟他说我真 看他我就恨啊 折腾我 What What the fuck 你弹来弹去 你挺能弹呢 啊 谢谢 谁让我好心呢 我再拉你一把 好吧 你看你这货你都穿魔了你 我看你还是恨 我培养出了一个西方镇的赵寺 咱们西方镇上终于有了一个赵寺 好吧 西方镇赵寺 就在今天诞生了 哈哈哈 What the fuck 警长你真好心 你还救他 对他刚才倒了 怎么怎么倒了 我没看见 你顾的是吧 顾的就咱们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倒了 好吧 大家不要看我啊 跟我没关系 那么这代古早惊魂闹鬼的地方 可不只有上次咱们给大家展示的那个鬼屋 据说这个矿坑也闹鬼 啊 这又是一个储备箱的任务 咱们进来探索一下吧 下矿坑 换成仙弹枪 真黑眼 到处都是这种极乐的气体 哎 就是要结束这道门啊 要注意啊 哈哈哈哈 哎 你看 一个队情侣啊 紧紧抱在一起 哇死的时候还不让撒把口脸 举前进啊 看到没有 废斯的声音 一直摇摇在耳畔 一个自我转动的阀门 然后 射了咱们一脸 举前进啊 很诡异 哎 突然倒下来的铁桶 啊 诡异的声音 看到了吗 废斯的黑影 哎 他不停的在 嘿嘿嘿嘿嘿 结果进来之后呢 也没有他 对吧 就前进啊 然后三具尸体 突然 这边有一个小陷阱吧 也不算陷阱吧 就吓了一跳 哎 小坑 哎 起来一个黑影 像幽灵一样跑去了 那么大家就知道 孤岛惊魂嘛 他这个游戏的隐情在这呢 啊 你说做恐怖桥段呢 他还是多少个强行了啊 但是 他毕竟是一个 动作射击游戏的隐情 做成这种 这种惊悚感 已经是很不错了 对吧 碎石的声音 举前进 跳一下 嘿嘿嘿嘿 笑声特别甜的 真的跟我有位拼啊 哎呀 我得加把劲了 我觉得 嘿嘿嘿 看到没有 又过去了 啊 他一直把他往前带 带到这边有个发电机 来 开关拉一下 哎 被电了一下啊 拉的时候被电了一下 好了 这个排阶扇 开始往外面排这些毒气了 咱们现在呢 就没有那么严重的幻象了 哎 没有那么严重的幻觉了 杀出去 再跳一下 咱们怎么进来的 还得怎么出去啊 让大家注意啊 忽悠一下他就站起来了 那麻烦你再倒下吧 别吃 你看他怎么站起来的 真的不知道 哇 这家伙 怎么说 这个软骨弓相当了头 要炸一下啊 其实我现在已经解锁了那个 翘保险柜那个技能 但是我跟大家说 那个翘保险柜技能啊 太磨叽了 哇 敲一半柜得敲半天 受不了 蹦 就是感觉还是直接 炸保险柜更快 就省事 你看他们真的很肉 这种敌人呢叫天使 就是受蛊惑敌人 叫天使啊 这种天使呢 就感觉血量比平时那张小杂鱼 血要厚 你看 正中一喷的 居然死不了一般 屈于你妹的 啊 必须得再补一下 一般情况下 所以再补一下才死 真的很强力 你看 多屌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真可怕 好了 好了 哎 好危险 等会儿 来了一个机枪哥 等一下啊 哇 这个喷的是真的给力 好了 东西拿一下 钱拿一下 关键是钱啊 还有这个特长书 一定要拿 行了 哇 刺眼 阳光好刺眼 让我记得 出来之后一般 对 会看到一个幻象 你这种幻象有什么意义吗 真的是 嗶嗶 让你嗶嗶了 哎 还来一个熊 你看 WTF 主人公现在好像 疯得不行了 对吧 说这个 妖女菲斯的蛊惑 说这个气息的蛊惑 好像已经 闭嘴 哇 这有点吵 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禁毒任务 要烧毁敌人的三块极乐田 就是种植极乐之花的地方 然后咱们把阿布叫出来 光龙阿桃我觉得是不对的 要什么 要雨露君瞻嘛 阿布 其实我最爱你了 阿桃我就是跟他玩玩 不走心 走的是圣 其实我跟阿桃也老这么说 来吧阿布 来来来来 帮我标记一下 咱们自己也标记一点 我看一下 应该那边还有敌人呢 咱们从右边 从右上绕过去 迂回一下 所以说现在又是观众朋友们 第102喜欢的解放烧战环节了 猥琐的前行 开始了 这边还有一个狙击手 给他标记一下 然后屋子里面我记得应该还是有一个敌人的 但是现在看不到 就从他下手吧 把他搬开 把他搬开 是搬开不是踢他呀 不搬开的话肯定会被发现的 把他搬到这儿藏起来 然后 咱们马不停蹄地绕到屋后 从这个位子上 咱们可以爬上去 这边有些补给 再拿一下 然后从后面绕一下 再跳 你说他屋檐旁边这些尖的东西 他没扎到吗 不会扎到吗 好了 屋里面的人清光 桌子上有些东西 还有一个 然后看一下 好刺眼 具体手咱们现在先不打 因为他那个位置如果死的话 可能会被发现的 从这边跳出去 最好从温室那边开始绕 就他了 我一个天降正义 老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没玩好 但是剧本咱们还是该走 得走对吧 所以说你还是跟我过来 扔这儿 有点尴尬 但是没关系啊 问题不大 然后是举起手 等他走过去啊 好 接着我看一下咱们最好从那个温室这边照一下 来起起伏伏 好吧 若隐若现 然后这边扔个石子 把那边那个敌人 他的目光往后勾一下 接着我看一下啊 迅速摸头 好 还是惊动了 但是没关系啊 他们没看到咱们 没看到咱们 就OK 再看到咱们之前把他们点掉 就没有问题 好吧 还有最后一个 他已经死定了 嘿嘿 喜滋滋 额外的一千块钱又到手了 真的是Easy Game 你看大哥还举个望远镜在这看 人都死光了 人人看了 好了 任务还没完啊 咱们这任务呢 还是要继续的 只不过他这个任务是放在这个哨所里面了 所以说先要解放哨所 才能执行这个任务 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烧了 摸出燃烧瓶 走 阿布躲开点 不知道烧到你了 一共三块极乐田 当然注意 刚才那个呢 是没有这个花洒灌溉的 这个有花洒在喷 它一直在浇水 所以说你怎么样呢 你要先把这个阀门给点关上 不然的话呢 你怎么点 它都会被浇灭 然后最后一个在这边 如果你扔完这些燃烧瓶了 这边有一些补给了 很多的啊 绝对是够用的 再关一下 看到没有 一般当你关上那个阀门之后呢 妖女废斯还会出现 来劝说你 你给我闭嘴吧 姐姐 说的太多了 Fair in the hole 再烧一下 好了 马上一帮邪小徒呢 会来增援过来 为了胜负 来阻止你烧我几桌田 但是已经晚了 都来了 这么快 Die Die 看到没有 简直就是虐杀 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好 杀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 通知咱们 菲尼奥来了 菲尼是谁呢 是咱们这个任务 所要暗杀的一个目标 这家伙呢 以前是个医生 后来变成了绝命毒师那样的人物 或者老百姓嘛 然后来了 看到没有做直冲飞机 那么本来呢 按照一般的流程套路 这个时候呢咱们只有RPG什么之类的啊 打他呢挺费劲的 然后他的飞机呢 降落到一定程度 他就会意识到这只陷阱 他就会飞走 让咱们要追的 但是 RAT4 追踪飞弹 DIE MOTHERFUCKER 嘿嘿嘿 结束了 不然的话你还得开车呀 或者开飞机 你去追他 追好久 然后在特定的地方才能把他弄死 但是这下 什么事太多了 诶 又出来幻象了 WTF 有一个天使变成了一个其他敌人 不是这个幻象有什么意义吗 那么那个狱警呢 他的儿子是被邪教害死的 所以说他也说了 我儿子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让大家注意了啊 少我意思的是你自己丢脸 少我两次的话 我可是生气咯 小姐姐会跟咱们说很多话啊 注意 没完呢 他说话现在进入了大喘气模式 他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要撕破脸皮了啊 注意他要开始大喘气了啊 还没完 小姐姐还在大喘气 太好了 他终于原形毕露了 然后小姐姐还在大喘气啊 他就不能一起说完嘛 他就能这样的生气 他不能这样的生气 太好了 他终于原形毕露了 他说了他要撕破脸皮 要干咱们了 我可太开心了 然后小姐姐还在大喘气啊 他就不能一起说完嘛 应该还有最后一句 快说 终于传来气了 行吧 小姐传来气了 咱们这期呢 就先到这吧 感谢收看 咱们下一期 再见 拜拜